耶路呀 感谢神的恩典 看顾大家平安 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聚集敬拜神 我们今天晚上要互相查考的题目是 主所责备的人 主神所责备的 那他要责备什么人 就是有得救盼望的人 也就是我们 如果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还没有受习 不认识主耶稣的人 没有得救盼望 那神为什么要来责备他 所以主耶稣要来责备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们是神的恩典 我们看希伯来斯十二章 这边就有记载 请看希伯来斯十二章 第六节三百二十四页 第六节 十二章第六节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边打还所收纳的儿子 第七节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缘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第八节 管教原是众主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狮子 不是儿子 第九节 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宁的父 我们岂不更顺从他得生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生命 就是神关心我们 因为我们受习归日神的名下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既然成为神的儿女 这边就有记载的 儿女就应当要做管教 我们事实在一般的社会上里面 我们的父亲母亲 有时对我们的儿女 当然要管教啊 那管教不是说要来内待他 是为了他好 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这样子 为了他的功课 为了说怎么样 是爱他 所以诚意有一句话说 爱之深 责之切 因为我们太爱我们儿女 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儿女 以后长大 不听话 变成社会的败劣 所以从小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在他 有做错事情的时候 就应该指导他 在指导当中 他如果再不听的话 有时候我们就会责备他 这都是出于爱 所以神采用这个出发点 来爱我们 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 我们有资格被神管教 所以一般的外邦人 他们神不会去管教他们 那神管教我们 为什么要管教我们 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我们看同样西伯来书的 十二章 第十节 生身的父都是赞水几亿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着益赐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十一节 反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益 所以这个在管教当中 我们一般生身的父都是造出自己的意识 但是只有神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真的要叫我们得益赐 这个益赐的话是我们叫什么 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所以基伯来书也有记载 若没有圣洁 不能见主 所以你要说我现在是得救的后选人 我将来要进天国 但是你的行为如果不保存圣洁的话 你将来怎么进天国 所以这边才讲说 在圣洁上有份 所以管教的事 当然会不快乐 会觉得愁苦 但是经过以后 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益 这就是什么 要救我们的灵魂 满下阴间 这就是主耶 神责备我们的原因 那神怎么责备 我们在诗篇27章第五节那边说 当面的责备 强如背地的爱情 我们要说做错 神也是说当面的责备 不用转弯的 直接为了爱他 就直接在错误的时候就跟他讲 你哪里做错了 当面责备 是为了他好 虽然后面表上说 对他很好 但是其实对他好 你不敢责备的话 是玩偶害了他 那我们在责备的当中 神责备的 给我们用什么原则在责备 就是顺着圣经的道理 从圣经里面所写的道理 所说的话 圣经就是神所说的话 里面来责备我们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三百零四页 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以教信都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协议 都是有益的 此期节 教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这边就讲了 管教里面的内容 从圣经里面 来管教我们 因为这圣经里面 都是在教信都者 让我们所行 所做的 能够归正 教导我们说 怎么协议 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让我们能够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 从圣经里面来 帮助我们 那我们就变成说 要常常读圣经 我们不是只有聚会而已 我们有空 对圣经神所说的话 到底在 要怎么做 我们常常读圣经 明白 就知道神 怎么来教训我们 那我们就不会说 做错事情 借着 要责备我们的话 是借着圣灵来责备我们 我们看 约安福音16章 约安福音16章 这边记载说 主耶稣 他要 准备要去定十字架了 南的这边所讲的 第七节 我去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以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宝慧书就不来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第八节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 卫义 卫罪 卫义 卫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第九节 卫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卫义 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卫审判是 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所以这边主耶稣讲了 说我不去的话 宝慧书就不来 那我宝慧书来的话 就要叫什么 宝慧书就是圣灵 要叫世人为了罪 为义 为审判 这些都是什么 跟我们将来得救有关系的 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做好灵修 有时候我们软弱 就像保罗一样 保罗说他所不想做的 他反而心里面 有意思就变成要详细做 他跟我们都一样带着肉体 他想要做的善 反而自己做不出来 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救我脱离这个起死的身体 所以保罗他认为 他自己很难做得到 但是他说感谢神 因为什么 靠着圣灵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说要做这个灵修的工作 好像说很简单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每一个人都带着肉体 要行这个灵修的过程 非常的困难 因为肉体 会带着我们去犯罪 会有这种思想 所以我们如果靠着肉体 要我说我一定要 坚持 我要自己做 有时候不能 不会成功 所以才像保罗所说的 靠着圣灵的能力 来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要 做好灵修 就是怎么样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那主耶稣所着备的事情 有关的人事物是什么 第一个 主耶稣所着备的 就是什么 体贴人的意识 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都带着肉体 带着肉体的话 就有自私的观念 自私的观念就是什么 以我为中心 对我有利的 或者是对我们有利的 不会去关怀到别人 所以体贴人的意识就是什么 叫着自己的意识去做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还活着的时候 当然为了生存 要赚钱 学生要上课 那每天为了生活 就是什么 要有钱财 那有的人更要有什么 地位 那因为这些事情 一直忙碌下来以后 接着怎么样 聚会的人数就少了 为什么 没有时间了 所以有的人就 渐渐渐渐的离开教会 因为什么 体贴自己的意识 我想要得到的更多 我想要得到的比别人多 结果就怎么样 给魔鬼留地步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 做灵修的过程当中 就是怎么样 不能体贴我们自己的意识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 217月 罗马书第八章 第五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立法 也是不能服 第八节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所以这边就记载了 如果你要随着自己的肉体 体贴自己的肉体 体贴自己的情欲 体贴自己的需要 难道一直追求世上的事情 没有在追求神的果 跟神的义 所以做这样子的话 神就会责备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体贴圣灵 体贴圣灵的事情的话 就是能够得到生命平安 这边就免利我们 所以我们什么事情 就不能完全依照 个人的肉体 自己的想法 自己去做 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偶女 我们要有神 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有很多信徒 都有这种观念 不管在做什么事情 常常都知道说 想到神 遇到危险 我们也会想到神 遇到神 祝福的话 感谢神 你要随时都有神 在你的心中 以神为重 所以你在灵修当中的时候 也是不能依靠自己的肉体 要依靠神 求神帮助 求圣灵帮助 那有的人就体贴肉体 就要像主耶稣的门徒 雅各跟耶翰 他们也是一样 照自己的想法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五十一节 这边记载一段故事 这边记载说 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发死者在他前面走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 为要有他一辈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因为主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 完成任务 但是撒玛利亚人 是外邦人的地方 他们讨厌犹太人 所以看到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的话 他们就不喜欢 所以我们看五十四节 他们的门徒 雅各耶翰 看见了就说 主啊 因为怎么样 五十三节这边说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 所以面向耶路撒冷去的话 他们就不接待了 那不接待的话就 我们一般人说不接待就算了嘛 我们就另外到别的地方嘛 但是他的门徒你看 雅各耶翰 当时好像变成说 非常有信心 好像他很有能力 然后就对主耶稣说 你要我们吩咐 他不是说 请主耶稣吩咐 佛从天上降下来 他说你要我们 吩咐 从佛从天上降下来 来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讲起来好像他们非常有信心 为主耶稣好 然后要惩罚那些不接待的人 但是主耶稣怎么样 这是他们自己的 祝福的想法 所以五十五节这边 主耶稣就说 五十五节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我 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自己在想什么 你们也不知道 你们想到这些 现在所讲的这种话 好像很有信心 你不知道这后面 所做的后遗症怎么样 所以五十六节这边就讲了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 乃是要救人的生命 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 所以主耶稣就讲说 我来就是要救人 我来不是要害人 要害人的性命 所以门徒他们的想法就是什么 照自己的想法说 我这样做的是对的 所以被主耶稣责备了 所以你这样子就不对了 那彼得也是一样 主耶稣也是一样 往耶路上等去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这边记载 二十一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三人去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 欠他说 主啊万不可之辞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二十三节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彼得他 听到主耶稣说 他要上耶路三人 然后怎么样 要去受苦 并且被杀 然后第三天要复活 所以彼得听了以后 就很舍不得 舍不得他的夫子 他的先生 要去受这些事情 所以他一般我们来讲说 他爱他的老师嘛 所以他就讲说 不要去吧 就欠他说 万不可之辞啊 你不要去啊 不能去那边 去受死啊 但不知道 子耶稣要受死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 他要完成最重大的任务嘛 就是什么 完成救恩嘛 他如果不去完成这个任务 他来世界上 意思就达不成任务 就没意思了 所以他就知道说 他要去受苦 然后被杀 他知道他还是要去 所以把彼得 他存着爱心也是一样 说哎呀 你不可以去 这是他的想法 但是主耶稣就说 撒旦退后我便去吧 彼得是撒旦吗 不是 是这个时候 撒旦借着彼得 来讲这种话 好像体贴 体贴的话 所以这边来 主耶稣来讲说 你是伴我脚的 来伴我脚 让我阻挡圣工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只照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好的 但是神的意思更重要 你要体贴神的意思 不能照你的意思 所以主耶稣所责备的 就是什么 体贴人意识的 照着肉体的情意 第二个阻挡 主耶稣所责备的什么 阻挡人亲近主耶稣的 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小孩子要来亲近主耶稣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耶稣看见就恼怒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的国 正是这样的人 十五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向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于是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所以这边讲说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给耶稣来摸他们 来祝福 但是门徒呢 他说 这小孩子吵吵闹闹闹 会阻挡圣工 所以就变成 来责备他们说 不能让小孩子过来 但是主耶稣这个时候就怎么样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边来啦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的国里面 正是像小孩子这些人 因为小孩子什么 这些人 他的心 小孩子都是很纯正 不像我们成年人 心里面都非常复杂 所以小孩子就纯洁的心 他这时候 我们要进神的国 我们的心 如果不像小孩子的话 不能进神的国 于是主耶稣就为他们祝福了 所以同样的情形 主耶稣 再去到耶利哥那边 看到一个讨犯的 叫做巴迪买 我们看马可福音 这边的第十章 四十六节 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门徒并多人 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讨犯的瞎子 是迪买的偶子 巴迪买 坐在路旁 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 就喊着说 大卫的祖孙 耶稣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大声 喊着说 大卫的祖孙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说 叫他过来 他们就叫那瞎子 对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叫你 五十节 瞎子就丢下一衣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瞎子说 拉婆女 我要能看见 这个拉婆女 就是说 夫子 五十二节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 救了你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这边记载说 有一个讨犯的瞎子 难道他听到 拿撒勒人 耶稣要来 一般人 文术 法利赛人 就说 弥赛亚的话 怎么会出于拿撒勒 弥赛亚的话 照预言应该是 在伯利弘出生 不是拿撒勒啊 但是这个人看到 听 他是乞丐 但是他有听过 很多主耶稣的事情 所以他听到 拿撒勒的耶稣来 就喊着怎么样 大卫的祖孙 他不是讲 拿撒勒人的耶稣啊 他就说 大卫的祖孙 耶稣 大卫的祖孙 是指了什么 弥赛亚 这个 这个瞎子 他 讨犯 但是他能够清楚 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所以他来到 在那边叫的时候 很多人就责备他说 你不要在那边叫 但是主耶稣说 叫他过来吧 他就还继续说 大卫的祖孙 可怜我吧 然后主耶稣说 叫他过去 他过去以后到那边 主耶稣说 你要什么 他不是跟主耶稣说 我要换 我是讨换的嘛 所以我就说 你希望你粮食给我 他不是这么讲 主耶稣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那个瞎子就 讲出这个 很困难的事情 他是瞎子啊 他说我要能看见 你就知道 这个人就知道 多么大的信心 他知道主耶稣 如果是弥赛亚的话 就能够让 虾子能够看见 这虾子看见 不是说 我的什么病 马上好 一般的病可能 会比较容易试 虾子的话 当时的 不可能异好的 但是他说 我要能看见 因为他知道 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所以就是说 主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主耶稣讲这个话以后 虾子立扣就看见了 然后就怎么样 跟随主耶稣 所以 阻挡人信 信的 好像是对 但是 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会阻挡到圣公 我们不知道 神的意思 所以在 马太福音那边 记载说 半岛人的 有负老 半岛人是怎么样 让人家跌倒 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是一样 我们的行为 我们自己做得好 没问题 但是有时候 我们的嘴巴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 有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 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我们会传给别人 讲别人的闲话 然后或者是 讲别人的 毁谤别人 但是我们所听到的消息 是真的吗 有时候不一定 是别的信徒 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因为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说 因为他是信徒 他讲的 绝对不会骗我们 所以我们就相信了 结果他也是 听到另外的人 听 讲的 所以这样一直传 传到闲话 最后怎么样 影响到 我们教会 很多信徒 有的就是不来教会了 因为什么 我到教会 教会有很多人 攻击我 说我家 什么事情 怎么样 所以在教会的长职 还有传道访问的时候 有时候说 你怎么很久没来教会 这也是一个理由 他说教会里面 话很多 然后有时候是不真实的 那有时候是真实的 也没关系 你就不要讲 因为真实的东西 对他个人有伤害 他不喜欢听 他家里面 不好听的话 给人家知道 但是你认为说 我讲的是真实 就一传整个教会的人 大家都知道 那就影响了 他都不来教会 那你虽然灵修做得好 结果你不知道 说因为你讲这种话 让那个人不来教会 你就是什么 绊倒人的人 所以主耶稣想要讲说 绊倒人的有货了 所以你虽然很努力的做好 灵修每天就忌讳 但是你讲话 一直在让别人跌倒 这样就这种人 就变成什么 阻挡人 让人家亲近主 反而让人家离开教会 就是伴倒人的 有货了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来教会 聚会敬拜神 但是我们听到的 很多其他的话语的话 我们不要再传出去 到我们为止就好 这是我们所灵修 必须要做的工作 第三个 主耶稣神主所责备的人 就是说硬心 不悔改的人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奥十节 耶稣在诸城中 行了许多异能 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就在那个时候 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 哥拉信 哥拉信啊 你有货了 博赛大啊 你有货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早已经匹马 门回悔改了 奥十二节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拿 加白龙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所多玛 他还可能存到金入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 要比你还容易受呢 所以我看到主耶稣 行神迹的很多人 看到这些神迹 以后还是不相信 就好像今天 有很多人来到教会 已经见到神迹 已经体验到神的恩典 但是怎么样 还是不信啊 恩典归恩典啊 他还是不信 那不信的话 当然是将来是 就不能得救 但是不能得救的话 比那些还没有 接受到神迹的人 他将来到地域里面的 惩罚更大 所以主耶稣才讲说 二十四节 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 所多玛已经毁灭了 他们将来一定 到地域里面 所以在地域里面的话 都不是大家都是完全一样 地域里面有 遭受的困难 所说痛苦 有的人更痛苦 所以这些 这些怎么样 知道神迹奇事的人 不信的 比那些没有听到神迹奇事 看到神迹奇事的人 将来一样是受到地域 但是他怎么样 还容易受 从这边就讲了 我们就知道 地域里面的惩罚 不是通通一样 大家一律平等 你在世界上 所做的恶 到什么程度 将来所受的 惩罚 更来越严重 你所做的恶少 惩罚还少 但是还是在地域里面 所以主耶稣才这么讲 那今天主耶稣 我们在圣经里面 也勉励我们 我们今天接受受洗 我们马上要领问会 我们教会很注重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教会说 是得救的教会 是因为我们受洗 有圣灵同在 然后有赦罪的潜能 主耶稣的罪 洗去我们的罪 主耶稣的血 洗去我们的罪 这是我们所相信的 所以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牺牲这么大的安典 然后你接受受洗以后 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主耶稣所讲的 那既然我们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以后 有很多就我们教会的人 又离开了 那这种人真的很可怜 比不幸的还可怜 我们看马西伯来书第六章 西伯来书第六章 第四章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敞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敞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是全能的人 第六章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奥违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的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 吃了鲤翅下的鱼水 生长菜酥 活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第八节 若长经理和吉理 必被废弃 敬你作主 结局就是焚烧 所以这边说 已经得到恩典的人 你如果离弃道理 就没有办法重新后悔了 所以我们才教会在讲说 受洗 只有一次 这种佛 在佛水里面 受洗 受罪的 只能一次 主耶稣的血 只能为你洗 洗去一次 所以你如果在犯罪 离弃道理 就没有机会了 不但没有机会 我们再看第十章 二十六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记就再没有了 唯有战绩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众敌人的劣伙 人甘患摩西的律法 凭两三个见证人 丧邪不得临续 二十九节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耶的邪 当作平常又歇慢 吃恩座的圣灵 你们想他要受的行我 该怎么加重呢 所以这边记载 如果得到真道 受洗 受圣灵 然后故意离开教会 故意犯罪 赎罪的记就再没有了 所以这边记载说 人甘患摩西的律法 凭两三个人就可以把 不得临续 就可以猝死了 何况 你得罪的是什么 不是得罪人 是得罪神的儿子 将那成圣之耶的邪 主耶稣的邪当作平常 把主耶稣为你受罪的邪当作平常 又歇慢施恩的圣灵 所以这边就记载 你们想 他要受的行我该怎么加重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 他该受的行我 只是将来只到第一期就好 不是到第一期而已 到第一期里面 这边记载说 还要怎么样 加重行我 比不信的还不好 不信的一样是到第一 但是你信的人 如果说受洗又犯罪的话 避到第一期里面 所受的惩罚 比不信的还加重 所以我们更基督徒 更要谨慎 从这个圣经里面就讲了 我们更不能跌倒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请目道者来受洗的时候 我们会叫他怎么样 要删施 要明白 有对的人会讲说 哎呀你们这些是教会怎么 这么麻烦 叫他赶快来受洗啊 受洗的话就得救了 那我们就知道说 受洗是当然是得救 要照圣经所写的方法 那除了得救以外 你接着你不能再去做坏事啊 犯罪啊 你如果犯罪的话 你不能说再受洗一次啊 最近我听到一个其他教会的 他们也是在评论他们的其他教派 他们看到 在英国 看到一个行奸引的 他在卖赢 卖毒 然后这个人就跟牧师讲 那个人卖赢卖毒 你看这个人将来一定下地狱 那牧师怎么讲 感谢神 他二十年前就已经受洗归族了 他们就思想是什么 一次受洗就永远得救了 没有这一回事了 从圣经里面就知道了 你如果受洗 故意再犯罪的话 就没有赎罪记了 将来所受的成网 比你还没有信的人更严重 所以我们才会叫牧道者说 你要小心谨慎 你要明白道理 既然明白以后 才要受洗 我们不会说 他不明白 然后随便帮他受洗 然后他又马上离开 让他怎么样 将来遭受的成网更重 所以指揮书在第四点里面讲了 说要责备的 就是当时的文士法律赛人 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边记载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我们看十三节 这边记载 文士法律赛人 文士法律赛人 是什么样 敬拜神的人 在为神工作的 尤其文士都要对神的道理 更有研究 那法律赛人的话也会要求要求自己啊 但是主要是在这边一直在指责 责备这文士法律赛人 说他们有七个灾祸 这七个灾祸里面我们想一想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他们是一样的 我们看十三节第一个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律赛人有货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容他进去 就是这些文士法律赛人 他们怎么样 主耶稣来了 弥赛亚来了 要来救人 他们反而在阻挡 最后把主耶稣杀掉 自己不想进去 也阻挡别人进去 我们看十四节 你们这法律赛人 你们这法律赛人有货了 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边记载说 他们连寡妇的财产都要把他侵吞了 但是侵吞以后 以为人家不知道 表面后来的话 就为他做了很长的祷告 好像说很关心 其实他做的是坏事 第三个在主耶稣主折的怎么样 我们看十五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律赛人有货了 因为你们走遍海洋入地 勾远一个人入教 既入了教界 叫他做地狱之子 比你们还加倍 叫他们信仰 信当时的 犹太教 但是信了以后 他们没有说 照着摩西的利瓦去做 法罗叫他们入教以后 做地狱之子 怎么样 法罗去做 跟协着他们文术法律赛人的坏行为 比他们还加倍 做这些坏事 然后第四个 我们看二十三节 这边主耶稣叫做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律赛人有货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回香金菜 献上十分之一 那利瓦善更重的事就是公义灵敏信使 反倒不行了 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什么是重要的 我们今天来教会 主要就是要敬拜神 但是他们的意思就变成像现在来讲 哎呀你们不必 不必那么认真敬拜神 你们主要奉献十分之一 主要对教会有贡献 拿钱来奉献 那这样就好了 其实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公义灵敏信使 反而没有教信土去做 二十五节我们看到 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律赛人 有货了 因为你们洗净背盘的外面里面 却盛满了热搜和放大 然后我们看二十七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律赛人 有货了 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墳墓 外面好像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和一切的污秽 第二十八节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显出公义来 在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义 所以主耶稣会免利我们 这边主耶稣责备这边文士法律赛人 也是要让我们警惕 所写的他们不是当时后他们做这些事情 以我们的眼光来看 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有很多人还是也有做懂行为 所以主耶稣才说 这些文士法律赛人该受责罚 难道这些责罚是怎么样 我们看三十三节 你们这些蛇类毒蛇的种啊 总能逃脱地义的行法 所以主耶稣罵他们以后就说 这些人将来怎么样 这是下地义的 很严重 第五个 主耶稣所责备的就是怎么样 亵渎圣灵不得赦免 不得赦免 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 马太福音十二章 二十四节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虾又雅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依助他 甚至那雅巴又能说话 又能看见 众人都惊奇说 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二十四节 但法利赛人听见了就说 这个人敢鬼 无非是靠鬼王别西普 耶稣知道他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相争 铸铸铸铸铸 就成为方场 一家一城一乡 铸铸铸铸铸 必站立不住 二十六节 若撒蛋敢主撒蛋 就是铸铸铸铸 他的国怎么能站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普敢鬼 你们的主地敢鬼又靠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 二十八节 我若靠神的灵敢鬼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行神迹 当时的人就知道 惊奇百姓都说 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他不是想说 这不是拿撒勒人吗 他们讲说 这是大卫的子孙的意思 就是大卫的子孙将来就是要出弥赛亚 就是基督啊 他们就有这个意思了 但是法利赛人 研究圣经的反而看不懂 他看到主耶稣赶鬼 就说他有这个能力赶鬼 无非是什么 靠着鬼王啊 主耶稣是神耶 主耶稣不是鬼王 他说靠着鬼王再赶鬼 反而是什么 亵渎神啊 亵渎主耶稣啦 所以主耶稣才在二十八节说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里面了 主耶稣跟他这么讲得清楚了 我既然靠着神的灵赶鬼 今天你要高兴啊 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 我们再看三十一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 都可以得到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换人主的 还可以得到赦免 唯独说话干换圣灵的 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这边讲得这么清楚了 我们一切的罪 亵渎的话 有时候都可以得到赦免 唯独你如果做了事情 讲的话是亵渎圣灵 亵渎到神 总不得赦免 所以做话讲 说话干换人主的 还可以得到赦免 因为那个时候人主还没有完成救恩 唯独说话干换圣灵的 神的灵的 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永远不得赦免 所以我们教会有神的灵同在 很宝贵 但是我们不能看清 也不能随便讲话 不能亵渎神 更不能亵渎圣灵 我们教会就有神经 曾经这种见证 在差不多七十年前左右 民雄教会 当时 苦音传到那边 就有人得到圣灵 小朋友得到圣灵 然后他小朋友出去的话 跟他朋友在那边讲说 哎呀你们在教会 你去你们祷告 那个很奇怪 你听说你有圣灵啊 是啊 那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 你在这边祷告给我 给我看看 什么是圣灵 那个小朋友很单纯啊 好啊 大家很熟啊 我就跪着就真的祷告 祷告的时候圣灵 同在圣灵充满 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 他看清 他不知道利害关系 他就怎么样 直接往他 他在跪着的时候 就往他身上 把他用脚把他推下去 让他跌倒 然后就哈哈大笑 他就走了 所以这次发生以后 为什么会有这个见证出来 因为经过几天以后 那个小朋友 无故暴毙 就死掉了 亵渎圣灵 这个有这个见证出来 你亵渎圣灵的话 神一定会处罚的 那不知道的人 神都处罚了 如果你知道的人 神更会处罚 所以我们所有的 所行的事情 都要怎么样 要合乎神的旨意 既然我们是神的only 神就会 责备管教 我们最后看 启示录第三章 启示录第三章 十九节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 所以你们要发起热心 也要悔改 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常常都要发起热心 有什么过书 我们要悔改 那我们怎么样 神有说我们做错事情的话 神所疼爱的 如果神都不管教我们 那我们就没机会了 那神如果会管教我们 神就会说我 要责备管教 就是怎么样 你是神所爱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说 神所责备的人 就是神所爱的 你有机会 才会受神的管教 那你要谨慎 小心做好 我们每一个人 该做的灵修 我们再来唱诗